三庭均等就是額頭 然後這是上庭 眉毛到鼻子是中庭 鼻子以下叫做下庭 三庭均等表示一生中平順 尤其是下庭 我們講到看中老年以後 都要看下庭 如果說能夠照到這一點的話 那是一生中的結局圓滿 就是說這時候就不是只有 只感情了 桃花 還有子女也算 錢財 事業各方面都會順利 其實人在人生的下半場 要幸福就是觀念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有一些快樂的因子 還要願意一直跟著社會 一直成長的這個特質 像有這些筆劃的人 就是願意跟著社會一直在成長 然後不會讓自己在家裡 整天就是唉聲叹氣的 金牛座的朋友 他們是在年輕的時候 就會追求在金錢上的無虞 而且他們到了熟齡的部分 他們要充實熟齡的生活 意思就是說 他們年輕的時候 會很努力的不管是賺錢 或者是省錢 他重點就是要把錢留住 留下來 因為他覺得說 我人生的這個後半場 或下半場 這路還很長 一定要到最後一刻 都還是手邊要有錢可以用 那哪些手面向的女人下半身會更幸福 下半輩子 不要下半身 不要下半身 下半輩子 都要嘛 下半身就代表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 對 我們都需要 我們不是小孩 今天的來賓 今天的來賓 很實話實說 他一點也不貪心 他要下半身跟下半身 都幸福 好 以這項主題來講 我列出人相學的四項特色來講 四項 任何一項都算了 我們跟項第一項 第一項呢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女人看血 男人看精 男人看精 女人看血 男人看精就是看眉毛 這個我們 因為今天的主題跟男人無關 我們暫時不講 我們主要是講女人看血 就是女人看血氣旺不旺 血氣如果旺的話 一生就說有始有終 到了不管你年紀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發生任何的現象 可是到了你的中晚年 都是非常的順利成功 結局非常的好 血氣旺怎麼看 好 所以我們講 女人看血氣旺看哪裡 因為血我們不可能割下來 看我好不好 主要就是看嘴唇 就是不要擦口紅的話 嘴唇不要蒼白 蒼白就是血氣衰 平血 那個口紅就是 不要不擦的狀況下 嘴唇很紅 或者頭髮很密 那不是乾火旺嗎 我都不擦口紅的 當然 這個要中醫來判斷 中醫還是要來判斷 我乾火旺 基本上我們 還是預火旺吧 寧可嘴唇要紅 不要蒼白 不要青對不對 那頭髮也是 寧可不要稀稀疏疏的斷了 寧可能到了中老年 很濃很密 這就是血氣旺 法是血之魚 另外一個看肚臍 當然肚臍我們不可能剝開來看 所以在臉上來看 通常看嘴巴 頭髮這些可以看出一個人 血氣旺不旺 好 那麼 那女人如果血氣旺 我剛剛講嘛 一生有始有終 不管他怎麼樣 他到中老年照樣是成功順利 尤其是錢財 因為血氣又是看子女 子女運 錢財運都會很不錯 這是第一項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我們用手項來看 因為臉上的血用嘴唇看 那手上的血看哪裡呢 第一個 手掌常溫 就是不管春夏秋冬 你不要 我看有些女孩子冰冷的 到夏天都冰冷 這是你們攝影棚 不是我們冰冷的 對 經常沒有對不對 攝影棚太冷了 冷氣太強不論了 那我們就看下面一項 下面一項呢 就是太陰秋不可現 太陰秋是我們手掌的這一塊 這一塊叫太陰秋 也叫月秋 就是看女人的血氣 你說小拇指下面 小拇指下面這邊的這個地方 不要陷下去 尤其瘦子 瘦子的話都沒有肉的話 你就是瘦子 這個肉還是一樣 但是你沒有陷下去吧 沒有陷下去 和中間來比 這樣沒有吧 不會 沒有 跟中間比 中間比 那沒有 你這樣沒有陷下去 就表示你在以手來輪的話 一樣的跟剛才的臉 一樣的意思 有始有終 到了中老年運氣照樣好 那手掌 尤其也是看錢財 看你的手腕 賺錢的手法 所以你如果這一項 第二項的話 表示你中老年 錢財不錯 還有感情運 因為我們講手 也是代表 就下半身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呢 這是我想今天是針對的 我們兩位貴賓都有的 第一個是橢圓臉 額旦臉 對 額旦臉 因為我們臉有些人是方形的 有些圓形的 另外還有另外什麼國字臉 田字臉 甲字臉 各種臉 但是女孩子如果是橢圓臉的話 她優點是溫柔體貼 但是她非常有耐心 或者說她比較能夠吃苦 所以女人如果說你看像這樣的橢圓臉 橢圓形的臉 另外還有加上一個三庭均等 三庭均等就是額頭 然後這是上庭 眉毛到鼻子是中庭 鼻子以下叫做下庭 三庭均等表示一身中平順 尤其是下庭 我們講到看中老年以後都要看下庭 如果說都能夠照到這一點的話 那是一身中的結局圓滿 就是說這時候就不是只有感情了 桃花還有子女也算 錢財 事業各方面都會順利 所以這樣兩位貴賓剛好就是完全完整的 前面也是有喔 因為前面的手我沒有去摸我不知道啦 那給你摸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欺負老人家他受不了 清朝人受不了 我們看一下第四項 第四項就是完全看下庭 剛剛講上庭 中庭 下庭 下庭就是鼻子以後 鼻子以下最重要的器官就是嘴巴了嘛 所以我們這一項就是看嘴巴 嘴巴要怎麼樣呢 口型完美 就嘴巴不要歪不要斜 甚至結結結微微的看起來像微笑 上翹 對了 然後牙齒要整齊而潔白 這也是代表健康 代表幸福 那嘴巴最重要的代表老年怨 還有直女怨 還有愛情怨 嘴巴和愛情怨非常重要 所以這幾項你說都有的話 當然就表示你這 後半身更幸福了啦 都有 都有 好 四項 任何一項都算 林老師 什麼姓名筆劃的人 可以有幸福的人生下半場 要有幸福的人生呢 就是要先學會轉念 就像姐姐一樣 能轉念了呢 就會幸福 我們來看哪一些人呢 能夠有幸福的下半人生 這個呢 就是在它不管哪一個格局 裡面有十九畫 二十一畫 二十三畫 二十八畫 三十一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六 有這些筆畫的人呢 都比較會轉念 那有這些筆畫的人呢 我們剛剛講過嘛 你要有燦爛的人生 一定要先有燦爛的個性 你要有幸福的人生 你也要有先有能夠接受 新世代的環境 你看兩位姐姐都還會再去 學一些才藝啊 學一些畫畫 但有一些人到了一個年紀 他就覺得說不行啊 我老了 真的有這樣子啊 很多人就會在家裡 真的 我們都很懶耶 真的嗎 對 我會一直想學 是 因為有這些筆畫的人 會想學 我不去學校上課 我也在法谷山佛學院念 其實人在人生的下半場 要幸福呢 就是觀念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有一些快樂的因子 還要願意一直跟著社會 一直成長的這個特質 像有這些筆畫的人 就是願意跟著社會一直在成長 然後不會讓自己在家裡整天 就是唉聲叹氣的 然後會有那種 就是永遠有赤子之心 這些筆畫的人 他有很多特質 有一種他有那種赤子之心 而且他還有不認輸的心 一個人不認輸的時候 他才會在社會上 在生活上去成長 然後人生才會過得幸福 有一些人就是永遠都是負面思維 有這些筆畫的人他是比較正面思維 不管說我人生面臨到 就像剛剛明立姐面臨到的 就是說另一半他可能先到天界去了 但是他有的人可能就會在家裡 哀聲看氣 然後就每一天就想著他的老伴而已 但這些人不會 他會覺得說生活我還是得過下去 他會開始重新去學習如何去過生活 然後如果從生活當中 也要去找到樂趣 很多人退休 但是現在有的人 退休會分兩種 有一種人退休了會 反而更積極 另外一種人生的開始 像兩位姐姐就是這樣 去找尋到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興趣 有一種人他會把自己過得 下半場會過得 不是那麼開心 就是因為他已經放棄他自己了 那通常有這些筆畫的人 不管他幾歲 他都永遠不會放棄他自己 會一直成長 一直學習 所以他在後半場都會過得比較快樂 而且這些筆畫的人 也比較願意去交朋友 而且他會一直在知識上去求心求變 所以他會一直跟著社會成長的時候 他就不會是過得不快樂 我覺得過得不快樂是自己的心 你的心覺得我已經時間到了 我老了 我就到現在為止了 所以你的歲月 你的時間就會停留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的心還是永遠是 年輕的心的時候 不管你八十歲 九十歲 它都還是一樣很燦爛的 那有這些筆畫的 老師 那妳建議我們都有六十幾 或接近七十的時候 再來迎接桃花 勇敢的把桃花摘下來 勇敢的摘啊 其實沒有差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有桃花樹 就摘桃花 如果有桃花孕 就給它摘下來 其實這個就是找一個伴啊 好 我希望未來如果 我相信與我們應該都會有 只是說你會希望 再來的話 你會希望什麼樣的桃花 條件一 會煮飯 第二 掃地很乾淨 人家就講說 你一定要把你的對象 要調理出來 我希望是怎樣 講講講 我再來的 我個人簡單 妳再來的什麼條件 我比較簡單 就是要志同道合 舉個例 我現在在學佛 對方也要喜歡進合 那我希望他也是在同道中人 學佛的或做教育的 那基本上比較有太多共同的 工作跟話題可以聊 師兄可以 塞夫不可以 都可以 師父不可以 師父不可以 要還俗的不可以 要還沒有出家的 不可以還俗的跑出來 來 謝謝老師 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會有富足的熟齡生活 那麼請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來賓 來看一下你的星座的部分 來同時參考你的太陽星座 還有上升星座 我們看一下哪些星座朋友 會有富足的熟齡生活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那麼太陽上升 如果是金牛座的朋友 會有熟齡的富足生活 什麼原因我們來看一下 金牛座的朋友 他們是在年輕的時候 就會追求在金錢上的無餘 而且他們到了熟齡的部分 他們要充實熟齡的生活 意思就是說 他們年輕的時候會很努力的 不管是賺錢或者是省錢 他重點就是要把錢留住 留下來 因為他覺得說 我人生的後半場或下半場 這路還很長 一定要到最後一刻 都還是手邊要有錢可以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這個充實熟齡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 如果是水瓶座的話 也會有富足的熟齡生活 水瓶座會是落在哪一個部分呢 那麼他會是要求有親友的陪伴 而且展現熟齡的智慧 其實我覺得很多星座朋友 或者很多觀眾朋友 到了熟齡的年齡階段 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要自己能夠開智慧 那麼開智慧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除了自己 要能夠不斷的進步學習以外 最重要的是熟齡的階段 還是要有親友的陪伴 那麼這個部分水瓶座 他在這個部分會做得很好 並不是說水瓶座 一定要把所有的親朋友好友 都拉攏在自己身邊 而是說水瓶座 在他需要朋友陪伴的時候 他會向朋友靠攏 在他需要靠自己 或是他需要獨處跟自由的時候 他也會跟朋友之間 或親友之間保持一個距離 其實在熟齡的時候 如果說還要煩惱 朋友跟親友的事情的話 其實還是蠻讓人覺得很累的事情 所以水瓶座在這個部分會做得很好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如果是雙魚座的朋友 也會有非常富足的熟齡生活 在哪一個部分呢 是在心靈的富足的部分 因為他們想要享受熟齡的狀態 那麼熟齡的狀態是什麼樣的 就是說最重要的人生 經過這麼多的歲月 累積了這麼多的經驗以後 最重要還是要豐富你的心靈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呢 雙魚座會做得非常好 他們會在學習這種心靈的知識上面 有所進步跟增長 那麼有上榜的朋友 金牛座水瓶座跟雙魚座 都是屬於會擁有這個熟齡富足生活的星座 給大家做參考